老花一每天一答回答出门的养花问题 你看楼下间的亲眼中都来问我 跟话怎么说啊 就是你买不买老花一东西无所谓啊 老花一就帮你解决一些养花的问题 咱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有话说你靠怎么挣钱 哎呀 钱自然就来 你只要把活干了 倒点就有饭吃 你说对吧 嘿嘿 楼下间呢这需要怎么样 我给你的建议是把老叶子给它拽掉 让它长新的就可以了 然后你该换盆换盆啊 该给它上土的上土啊 入土为安 用点杀菌药 一般这种花油啊 它认得这为花油呢 它应该都是长时间的不打理 也不施肥也不浇水 就感觉粘求了也不管理它 咱们想要管理的话 就是水肥给上 用上杀菌药 重新让它生长就OK了 明白了吗 下个周朴说花毛给你咋黄叶的 你像这种下面的叶子黄啊 这属于很正常的现象 你只要给上肥料 光照给足 它就会好很多 它下面的叶子黄 这个不重要 你结婚了 你说你前面的千君友的 怎么地 不管你是 听得懂吗 现在过得好就行了 它上面长得好就完了 管下面的 该给肥料 该给肥料 该干嘛干嘛 下面不好叶子 咱剪了 下个周朴说叶子干了 能帮忙看看吗 老哥 这是富贵枕啊 你这个叶子不是干 这是病害 得用杀菌药 然后你那个盆头里面 是不是老是湿着呀 一般这种都是烂根呀 怎么怎么地 你适当的控水 尽量给除光照 把它当个滤植去养 洗光的那种滤植 明白了吗 不好的叶子 你就给它剪掉 水一定要控一控 不干燃就不嚼 能行吗 下个周朴说 你看我这个苗咋的了 我看的像柠檬 下面的这种苗 一般是不要的 你只要上面长得好 下面这种一般不要 你如果说上面都不行了 下面又重新长出来 这要重点培养了 明白了吗 一般这种叫节外生枝 到月季上面 好多人都喊这种叫笋汁 对吧 就像竹笋一样 它重新长起来 你可以砍掉 你看上面 上面长得好 你把下面这个砍掉 上面不好 你就单独育养这个 下个周朴说 龟背竹长得很高 怎么换盆 不用换 你有条件的话 给它绑个柱子 你可以把下面的那种叶子 给它去掉一下 看到没 让它长成这种高的 或者是你单独绑个柱子 让这种气根 能够接触到一些水分 明白了吗 像我们那个气根 都长得很过分了 我们空气湿度够的 看到了吗 它就会长得很好 你空气湿度不够的话 就要人为的辅助 就绑个那种绿罗柱 就中湿啊 或者是苔藓之类的 绑个柱子 让它能接触到就行了 明白了吗 就像家务站一样 你给它加一架 不好的叶子 可以揪掉 这位花友 这养的还挺好的 能养成这样 就已经很棒了 不过照着这样 还差点是 我们是单独培养成这种的 就是你自己 揣摩着来 好了 别的没啥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关注啊 老花银会每天 给大家分享很多 有用的养玩知识 我是老花银 养花最仔 白了吃吧